凌晨四点 天空下着暴雨 就在这时 从酒吧里面走出来 一个满身酒气的美女 她叫翠花 看着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雨 翠花就准备打一个车回家 没过多久 黑夜中开过来一辆出租车 翠花招了招手 随后出租车就停在了翠花的面前 翠花上车后 便看见这位司机穿着一件粉色的雨衣 看不到脸 翠花觉得很奇怪 开车穿雨衣干嘛 就问司机师傅 我去沙雕不幸福小区 对了 师傅你开车干嘛 还要穿雨衣啊 只见司机没有回答她的话 开着车默默的朝前走 翠花也没多想 头晕呼呼的就在车上睡着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 这辆出租车突然停了 翠花这时迷迷糊糊的醒了 说了一句师傅 这么快就到了 然后就下了车 可是翠花一下就惊醒了 这里哪是沙雕不幸福小区啊 完全是荒郊野岭 周围一点亮光都没有 翠花顿时气步打一处来 本来下班想好好回家睡个觉 没想到给我拉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刚准备找司机扯皮 可是他看见司机穿着看不见脸的羽衣 正站在他的前面 手里拿着斧子朝他走了过来 翠花吓得连连后退 转身就跑 可是司机一下冲到了他后面 一只手抓着翠花的后颈 直接一斧头劈了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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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